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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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其實我們的快風鍋除了可以做菜以外 其實我們的快風鍋可以做點心喔 你相信嗎 現在接下來為各位示範的這一道焦糖布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一顆蛋黃 一顆全蛋 接下來加入我們的砂糖 先把它做均勻的混合 加入我們的香草醬 或者是新鮮的香草籽都可以 增加我們焦糖布丁的風味 接下來加入我們的鮮奶油 接下來加入我們的鮮奶油 還有我們的牛奶 讓所有的素材能夠全部均勻的做混合 均勻混合完畢之後 準備我們的布丁膜 把它全部倒進去 我們在先前的時候 已經燒了一鍋熱水準備 在我們的礦工鍋有一個非常貼心的設計 在我們鍋板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凸槽 在我們鍋板這個地方 在我們鍋餅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短處跟一個長處的部分 我們的短處只要輕輕掛在上面的話 各位您看 多麼方便的設計 多麼的水蒸氣 它就會順著這個圓弧形 直接滴溜到我們的鍋子裡 並不會造成我們的桌面 就是到處都濕大大的 我們完畢之後 將我們的布丁一直放在裡面 蓋上我們的鍋蓋 打開我們的火源 我們只要等到旁邊冒出水蒸氣之後 移到我們的外鍋的保溫鍋裡面 靜候個15分鐘 非常美味的焦糖布丁就完成囉 哇我們的布丁已經出爐囉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上面撒一些細砂糖 白砂糖就可以 用我們的噴槍 將我們的砂糖變成焦糖 誰說在家裡做一個 看起來非常昂貴 而且感覺又非常美味可口的 法式布丁 有沒有那麼難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很難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把砂糖 如果人家都可以留意 這個時候 我們要吃吧 我們要吃到